大家好,我是Jabby 今晚很高興是Brisom Festival的River Fire 就是一年一度的房衣花 我亦邀請了一堆朋友上來一起吃飯 我在想什麼給他們吃好呢 因為有很多人 還有我想做一些簡單易吃的東西 所以我就想到就是做包水餃 因為又簡單又快 又可以很多人一起吃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包水餃有什麼材料 材料有菜 這是菜肉水餃 菜裡面我用了白菜和黃牙白 我喜歡吃這兩種 你喜歡什麼都可以的 自己加 還有我再加一點蒜苗 還有兩隻雞蛋 這個是花椒 我放大概半碗的花椒 然後放滿水 然後就有豬肉 那就是放了這些肥的豬肉碎 那就好吃一點 那不要買瘦的肉碎 然後就有水餃皮 那我今天就有大概十七百個朋友一起吃飯 所以就用九包 大概包到二百多三百隻左右 然後就有些醬油 就是麻油 胡椒粉 還有生抽 還有一些鹽 首先我們把菜切 切到很細 切粒它 這個白菜也是這樣切碎 然後就盡量切到有幾碎就剩幾碎 現在到時候 切完三種醋 切完之後 我們就拌勻它 然後就加點鹽下去 下鹽就是讓它出水 然後就拌勻它們 讓它出水之後 然後呢 就拌勻它們 就拌勻它們 那些菜水 那些菜水就是不要的了 加少許鹽 就讓它們的菜有味道 那些菜就用完之後 我們就放在一邊 然後我們就開始 做我們的肉碎了 把肉碎就拆掉了 那我們就開始調味了 那就是要把鹽下去 然後就加生抽 然後就加生抽 生抽我就加大約 因為我用2kg的肉碎 我就加大約1.5kg 這個尺寸的生抽 拌勻 接下來就是加這個花椒水 只要水而已 不用花椒的 那我們就是 再加麻油 幾個圈 幾個圈 這樣 再拌 回椒粉 又是幾個圈 其實你加完水之後 你會聽到聲音是很黏的 這個就OK 那就代表是好的 最後就加兩隻雞蛋下去 讓它可以黏著 讓豬肉 加進去 其實我現在做得是很多人的份量 如果你們在家自己做的話 就可以做得少些 就是份量就因著你自己的份量去調整 這些肉 加了蛋 攪拌之後 就可以放在一邊 那你就換了大一點的鍋 那我就拿了這個 然後我們就把 它 把肉 和菜 混合在一起 那你就 我們就 分幾次 再加 一些菜 下去 那些菜 就是你剛才已經 拿乾它 它 已經是沒有了水 這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混合了 攪拌 醃好味 已經醃好味 一看到這樣混合了 就可以準備包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攪拌好肉水之後 就可以開始準備包了 首先包之前準備一盆水 這樣就可以黏著邊 讓它可以貼得好一點 那呢 首先就是一個皮 然後就拿些肉 上去 就不需要太多 因為太多就會包得不緊 而且會爆開 那就可以點一點水在旁邊 我的包法就是 這樣 包著 包著 邊邊 這樣 這個就是 最簡單的半月形 一個 然後 再包第二個 第二個 又是 放少少 黏少少水 然後 之後呢 我先摺在中間 然後在旁邊 就是這裡 就反進去 這樣 這裡也是 也是這樣 反進去 然後呢 包著 然後再 按平邊邊位 然後呢 就可以做一些花紋 這樣反進去 然後這裡也是這樣 反進去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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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第二種的包水餃方法 現在呢 就在這裡包給水餃 我們有其他朋友在一起 那我們一起說 Hello Hello 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 看看我們包得怎麼樣 怎麼樣 OK 這樣 我們現在就包到這樣 那Eric呢 那Eric呢 就是 每次包水餃 那我們 他當然要去學 這是你的初次 做餃子嗎 對 當然 這個 對 是這個 對 我放了一碗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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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在這裡做 我們現在就包了這麼多 我們還有這麼大盆的水餃 OK 其他他帶我朋友Echo 嗨 嗨 他也是台灣人 他就用他的方法 一起包 對 還有他們也是 我的朋友 嗨 嗨 都是台灣 全部都是台灣人 那我們繼續包 我們包完之後 告訴你們是怎樣 拜拜 我們現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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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耶 哇 你走 多漂亮 今晚 我現在就在這裡做了 他在這裡做了 他都在這裡做了 他都在這裡做了 好 他都在這裡做了 他都在這裡做了 他的事件 很好 我們剛才包了碎餃的同時 我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怎樣做醬 用來煎碎餃時就可以蘸這個醬 醬大概是酸醋 材料是有蒜頭 我大概切了一個 將它切粒 然後還有芝麻油 還有醋 芝麻油我將它加一湯匙 還有芝麻油 因為這個份量很多 大約十幾個人份量 所以我都加做多一點醬 大概一個湯匙的芝麻油 醋呢 我就加多一點 因為醋用來煎煎的好吃 一邊加 大概是四斤五斤左右 加完之後就可以混合 醬就已經做完了 待會煎完水餃就可以煎的 我們現在繼續包水餃 先包完水餃 我們就可以拿去煎 先把鑊放油 把鑊放進去 然後呢 我們就要放些餃子進去 慢慢放進去 不然就會彈的 而且你記得剛才包水餃的時候 記得要煎點酒 不然水餃會黏住 這樣就會很難煎的 還有會黏在一起 好 然後就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呢 就要加點水 加一圈左右 但是是開大火的 然後就要用蓋蓋蓋住 就讓它慢慢煎 如果大家想用就想煮滾湯的話 也可以煮滾鍋水 然後就把水加進去 讓它滾 滾起了之後呢 也要加一碗水 我們要加一碗水 然後再加一碗水 再滾多一次之後呢 滾起了 然後再加一次 總共兩次 兩次這碗冷的水之後呢 滾了才會煮真正的熟 對了 這裡我就不做給大家看了 我們就煎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等它滾 等它的水蒸乾 你看現在水是煎的 等它的水煎乾了 我再告訴大家大家是怎樣的 我們大概煮了4-5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蓋看看 這樣看到開蓋看到 就是已經收光了水了 而且我們可以輕輕反轉看看 看到這些金黃色了 我們就可以反轉 煎它第二次 這樣發現了就不需要再蓋蓋了 就讓它煎 大概煎了兩分鐘之後 反轉了 煎了兩分鐘之後 我們就看看它 已經是金黃色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熄火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上去 然後就可以放上去 拌整整它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放我們剛才 預備的那些醋了 有蒜頭和紅醋 就淋在上面 我們就放那些 蔥 做garnish 又是 灑在上面 這個煎餃子 就已經做完了 我希望你喜歡我們今天 一個特別特別的影片 還有我希望你們喜歡看我的煙花 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分享給你的朋友 給我一個like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